Hello 大家好 我是Ami 最近在留言中多了很多人问我 你的眉毛好像不同了 你的妆跟以前有点不同 我最近学会了一些新的技巧 今天这个不是一个化妆分享 不过我很想在这里和大家披露一些我最近学回来的一些化妆的tips 而这些小技巧真的是加多 在一些鬼鼠位加一些东西 整个妆容瞬间就变得减零 变得年轻变得有活力 很神奇 我也觉得很神奇 自从我跟了这些方法之后 我都觉得我的妆是年轻了 如果你同样对这些扮美的小技巧是有兴趣的话 希望这条片都可以帮到你了 现在我脸上已经上了粉底了 今天我就是用RMK的liquid foundation 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tips 就是如果你想你的妆感出来要年轻一点的话 切记一字记之弱 你的底妆要有这么薄得这么薄 在这个位置包括我以前也是的 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是粉底上到这么薄 什么瑕疵都遮不了 其实是的 粉底最大的功能 其实是帮我们均匀了膚色 就是打好底 它不是主力帮我们遮着面上所有的瑕疵 要遮瑕就交给concealer去做 所以底妆第一样一定要记住 有这么薄得这么薄 我现在这个底妆都是用这些spunch上的 用的份量就是一泡就全面已经上了了 所以现在出来你会看到我的肤色是会均匀了 但是面上的斑、微思血管等 依然都会隐隐约会看到的 斑这件事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和大家游冲地去中谷 能够预防到斑的出现 最好就是由预防开始做起 一旦它出现了 其实那个斗争真的很漫长 因为斑有很多款的 最普遍我们听到的就是那些穿斑、晒斑等 而我最错的就是在第一天 我未弄清楚我这一块斑是属于什么类型 我就走去开始做不同的treatment 搞了一大轮做了一大堆冤枉的treatment之后 终于都有人提点我 就是其实你知不知道你面上这一块斑 不是普通的色斑 不是一般的色素沉淀 而它是汉耳蒙斑 汉耳蒙斑应该是在云云这么多种斑之中最麻烦的 原因是它除了跟其他斑一样 都会在你面上有色素沉淀之外 最大问题就是它的底垑是由我自己的一些血管去供养一些营养给它 是在养它 但是最棘手的就是它是属于一些浅色的斑 就是它不会像是雀斑那样一点点啡色黑色的 这些斑在光的世界是最难对付的 因为在激光打斑里面的逻辑就是 越深色的斑它越受光的 所以效果出来会是越好的 颜色越浅越淡 激光落到它的能量就是越不能够发挥得好的 亦因为是这样 所以为何汉耳蒙斑那么难搞 当我知道它是汉耳蒙斑之后 我现在的处理方法和之前不同了 我就没有再做PICO 因为PICO对于我来说 就真的有些太过aggressive了 就是要打烂了臉好回的那段过程 就是好得翻就是了 如果好不翻都很难搞 所以再加上因为这个汉耳蒙斑的特性 就是它要靠血管去供养 养大它 在这个逻辑底下 前提就是要处理了微思血管 等到那个营养断了它的供应之后 汉耳蒙斑自然就会容易去处理了 你看到现在我就转了用另一种的treatment 就是一种类似彩光的treatment 很明显跟之前已经有些分别了 所以这个我也很开心的 自从转了不同的treatment之后 我发现它的方向应该是对的 因为是看得到那个斑是有慢慢被控制到 慢慢淡一点和小了 就是它没有再扩大和加深 如果不是要追求超级完美无瑕的妆感 其实现在我这样上完一阵薄薄的底妆 这样都已经是好见得人了 如果你是想要追求一些完美的妆感 这些的瑕疵位 一会我们就交给concealer去做遮瑕那一部分 在讲遮瑕之前先讲一下眉 因为我觉得其他眉对整个妆容的观感 的改变是很大的 很多人觉得我近期妆不同了 原因只是因为我用了不同的方法去滑眉 你见很多教学都会教大家 滑眉的时候要留意眉头、眉封、眉尾的位置 但又好像没什么人提过 其实眉到底要有多粗才能配合你的臉 严格来说眼和眉要互相配合的话 眉的粗度可以是眼珠的三分之二 或者是好像眼珠的粗都可以 这个位置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试试自己用电话拍下自己的眼 你就可以量一下自己的眼珠大概有多少 然后你就可以平反 眉滑到大概是眼珠的1比1 这样的粗度 你会见这个粗度 听在你的面上跟着比例 它是最可以配合你自己的眼 而另一个提示就是 我最近把眉滑平一点 没有那么弯的 一个平一点的眉 其实在视角上 将你面上的上庭中庭和下庭的比例 就会缩短的中庭 看上去 看上去 人就会年轻一点 不信你可以回家试试 你一边画一个很弯的眉 一边画一个平一点的眉 你立刻就会见到自己边边的样子是年轻一点的了 说完调眉之后 现在就到眼了 我现在完全没有上眼妆 不过这里有另一个tips给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夹回眼睫毛 其实眼睫毛这件事 就是区区这里 小小几条毛 只要它是很精灵的 抢起 是说不出地 你整对眼 是变得又是明明点 BB点 可爱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夫是不可以省的 如果你有时间 就每天都夹一下它 夹完它之后 就塗一些Mascara 就是把它固定了 但我现在就是有去做到角蛋白的 就是我把它电了 因为做直接毛是很漂亮的 但直接毛之后的日常护理 我自己就不太习惯 不可以洗面去揉它 所以我发现 最适合我的就是做角蛋白 你看我之前的日本旅行片的分享 都会看到 其实真的什么妆都不用化 你是画了一条眉 接着有个笑起的眼睫毛 只不然整个人看起来 也是年轻一点 精神一点 所以眼睫毛这个位置 就真的不要懒了 我自己这个睫毛的状态 大概就是电一次 可以长到一个多月 然后就等它掉了 或者是直回之后 我可能是大概两个月左右 我就又再去补电一次 这个如果你想看起来 整个人是精神一点的话 眼睫毛是一定要搞的 讲完对眼了 现在就到这一部分 需要遮瑕的位置了 遮瑕我最近学到的 就是跟我之前的传统的印象 是完全相违的 遮瑕一字记之弱 有这么薄 得这么薄 蛤?大遮瑕 薄怎么遮瑕? 你没听错 是要薄的 所以是要练的 我遮瑕主要都是用KP的这种concealer 之前在日本 买过这个MBE的concealer 我觉得也是KP正一点 但它不是不好 只不过它真的是冠军 里面两颗颜色 橙色和黄色 如果你想遮瑕得完美一点 两颗颜色都要用到 做遮瑕之前 就先要找出自己的面 有哪些位置要遮瑕 其实只要你正面看 在这里你看到的位置 去遮瑕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刻意去找一条内溝出来 因为你这样 其实BB仔都有内溝的 但因为化妆都是视觉上的艺术 看起来令人觉得你改善了 所以正面看见到的那个位置 遮瑕的位置就可以了 很多教学都有说过 就是用橙色去遮瑕眼圈 乳乳黑黑的那个位置 以及一些深色一点的色素 这里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少到其实枝嫂上面是见不到的 都不单止我 就会轻轻过一过手 然后就对着你的内溝位 慢慢地引上去 你见即时那个内溝位 就已经是好像消失了 这边还是很明显 但这边就已经是很少很少 为什么很多人说遮瑕眼圈之后 眼底起了纹 就是因为你的concealer用得太重手 你只要轻手一点 将你平时用的十分一的分量 放上去就可以了 同样我眼底的这个位置 都是比较暗沉的 我将刚刚刚用上去内溝位的这里 我没有再加其他 即是减剩下的一些分量 就是轻轻地点一下眼尾 这个位置 然后就到这颗斑了 这颗斑我会拿少少concealer 分量就会比刚刚刚遮瑕的 会多一点的 不是真的多很多 我主要就是将它 印上去中间 色素沉淀最多的那个位置 近一点给你看 很薄很薄 我只是印上去 现在眨眼看上去就已经不太看到了 我只做这半边面 留下这半边面 你就会看到两边的分别 现在就是首先 擦干净的刷 用回同一支刷 接着就用黄色的这一支 用这个也是有那么少得那么少 high high一点的用的 我这个就用一个刷子 用一个刷子 尖尖一点的 这些在镜头前面 可能都未必见到 那我就会先将它放在 铝球粒 最粒的那个位置 轻轻压一条线出来 你见不见到? 很薄很薄 很少的 那个量 压完了 那我就会用一个压的手法 就将它融入了刚才的那些颜色里面 真是很少很少的分量 你立即见到 那个铝球位都好像 涨了出来 然后呢 又是用剩的一点点 这里就给大家一个隐藏提示 可以用一个黄色的遮瑕膏 去放进我们斧纹的位置 但呢 不是放在一条纹 那里 我们就把这个黄色 你现在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我们将它呢 轻轻放在一条 鼻液 到一条纹 伸展出来的位置 不用用顏色的 是用剛才打淚溝後剩下的那種 就是這位置 多一點 加疊 真的有一點點 作嚴格像虎毛 隱藏了 這個是不是很瘦? 有另一個很瘦的 canal 又是輕輕一下 即時讓你一起看 又馬上年輕到幾歲 这里我用到这个眼影的最浅色 这个颜色是很淡很淡 很像我的粉饼的颜色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眼影的话 你可以参考的就是用一个比自己肤色浅半度一度左右的粉饼 我觉得都会做到同样的效果 首先就是拿少少 很少很少 在这里拿了之后 我在这里过一过 真的要很少 不要贪心 你要做一个年轻一点 干净企理的妆 每样东西都要有这么薄得这么薄 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你以为它没有颜色 其实它不知不觉就在你面上 就发挥到一些化学作用出来 我现在拿到这里这么少 又过了 等到等无可等 你看到它就只剩了一点 这些粉放在哪个位置呢 放在眼角这个位置 这里轻轻一个三角形的位置 其实就是将那个很暗沉的颜色 将它提亮 很少很少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而且你记得这些真的不多 因为眼尾如果太厚重 一笑的话 那些纹就很厚 又老了几岁 所以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我是轻轻要做到 它的颜色提亮一点 一点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把它提亮到很亮 一点点 然后也是拿一点点 同一颜色 放在鼻翼这个位置 好少的 即刻 那个虎纹就再隐形一点 将它有症的就扫在嘴角 提亮到嘴角 这些呢 都是一些我们平时皮肤容易暗沉的位置 那我们就加强 嘴嘴一点点 这边面呢 随着这些小动作 令到它有一种 说不出 好像提升了一点的感觉 这边面呢 完全没有收拾过的 是有些分别的 刚才忘了说 讲漏了一个tips 就是关于眉毛的 眉毛呢 现在呢 我就不会拔眉的了 那我就改用了用这些的剃刀去 慢慢剃那些多了出来的杂毛 原因呢 就是 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就是如果拔眉的话 其实随着你拔得多 那些毛囊慢慢就真的会 会没有毛再生出来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随着 如果你是这小子都不会转微型的话 那就越拔越不用拔了 但是呢 因为潮流会变 人的心态会变 可能你随着不同的年龄 你会想追求不同的眉型 这样的话 用剃刀慢慢去收眉的话 你无论改变任何的眉型 它那个毛囊都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说它将来都会生出来的 那你就可以随着不同的时日 你想改变任何的眉型 都不会有影响了 所以近期我都转用了 用剃刀去收眉 就不再去炆眉了 接着就到shading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 都是有一个非常之丰满的 双下巴的话 这个tips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一样拿了shading的粉之后 就把它过一过 然后同样都是正面的 看到你的双下巴的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双口双面在双下巴那里 左右徘徊 直到正面 你觉得双下巴没有太过眼了 这些位置你都可以補一点 这些我自己就不会很重手 但是中间这一块肥肉 我觉得可以 看一下肉有多肥 好像我这样的 就可以捉多几下 经过你一轮来来回回 你正面看 就会觉得双下巴没有太过眼了 这个tips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我这些 双下巴那么严重的人 我这一盒是Etual House 香港现在没得买的 是鼻影 我这里有只猫 做鼻影很多时候 大家就很直觉地 觉得也是在鼻头 拉直到鼻上 这样就变了 是阿梅 其实鼻影是可以很湿途 轻轻做了你都不觉得 但是看上去好看了的那种状态 都可以的 一样就是 拿一个浅色一点的shading粉 我这一盒就是Etual House 一样就是拿了之后 又是要过去 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就是千万 其实你要化一个年轻一点 减零一点的妆 真的你面上的产品越少 你是越精致地看出来 我就会在眼角 鼻梁这边 这边 然后我就会把它带到 眉中间 就是这样 你看到就跟眉头 完全没有拉间 这样来回两三下 然后如果你的鼻液 是比较阔的朋友 就可以在鼻头的这个位置 轻轻向鼻尖掃几下 就是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然后就这样拖开 这样就完成了 你会见其实没有什么颜色 但是暗地 会觉得这边的轮廓会凸显一点 最后剩下在鼻子上面的那些粉 就可以流来用在嘴下面粒的这个位置 轻轻補跌 没有加过粉的 就是用剩的那些 这样做了 在这个位置 又是不知不觉地 加了一些小心机 令到嘴的轮廓都会凸显一点 接着就到胭脂了 胭脂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已经不流行笑着你擦 因为很多时候你笑起的那块苹果肌 到你不笑它会凸显 所以为了不要被这块肉影响 你不笑的时候 觉得整个面很凸显 所以我们塗胭脂的时候 这个tips要记住 千万不要笑 是啊 是真的不要笑 我现在就会用一个小一点的掃去上胭脂 因为我都不用很大范围地上 又是拿了一个自然色一点的胭脂 然后呢 又是这样把它弄松 放的位置就是眼尾对落 不要低过鼻 最好就是鼻翼对上的这个位置 鼻翼对上 眼尾对落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第一笔落的位置 落了之后 我就可以向前 这样 切记切记重手 就是轻轻薄薄一层在这里就可以了 记得这个位置是来到这里 不要过了眉尾 而且因为摆位放在这里 令到视角上的感觉 就将这半边面轻轻都提升了 也都记住了 选择胭脂的颜色 如果你是想做一个减零的妆 就不要选择那么鲜艳的颜色 选择一些暖色少少的颜色 轻轻薄薄的 这样放上去 那现在过镜 可能你就看得不太清楚了 但是现场 因为这个很薄的 小小一层 这些暖色的胭脂 就令到我的人 看起来 这边的气息就会提升了 最后给大家多个tips 这个tips 就不关帮你减零的了 纯粹就是当你化完妆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噴一些定妆噴霧 但是我又发现大部分的定妆噴霧 其实噴出来 面都会濕了一坨 这样就不够漂亮的 那这个做法 你们都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将定妆噴霧 噴到化妆棉上面 然后沾满了定妆噴霧的化妆棉 我们就 印上面上 这样的好处 就不怕定妆噴霧会太多 而且随着你这个印的手势 它会均匀地放在你面上 这些化妆棉 可以用任何化妆棉 用那些三个型一块 用完即器那些也可以 甚至乎是 比如你这些beauty blender 你用完都会洗的了 你用它也可以 总之目的就是 过一个臉 将这些定妆噴霧 戴上臉上 压下去 这样你的妆 就可以定得很好了 好了 现在我的半边臉 都追回刚才那里 就是做齐了 立刻觉得整个人 看上去 是好像再精神一点 真的有减零的效果 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些 其实你们回家 都可以自己试一下 即使做了很少很少的东西 但是原来看上去 是真的有分别的 最后提醒大家多一句 要做到一个减零的妆 一字记之弱 有那么薄得那么薄 有那么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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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 看上去觉得妆感很厚重 就会觉得真的老几岁 原因呢 除了一个厚妆 你很容易会看到那些纹 那些会起来的 但是你看到刚才 因为譬如我眼底的concealer 眼尾这些 是很少很少的 真的塗了 所以就算它 你笑 你动 那个纹 不会因为很多粉 会很弱 这个也是减零妆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来的 不是有那么多东西 塗那么多东西 就会变漂亮的了 Less is more 真的是 真是王道来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都有一些减零化妆 tips 记得留言告诉大家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想看一些我简单日常的分享 记得follow我IG和Facebook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